苏里南位于南美洲北部 超一半的国土被热带雨林覆盖 半数以上的国民从事毒品相关产业 一位来自韩国的商人 踏入这片充满危险的土地 原本是想拓展生意 却意外卷入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剧苏里南 江仁九出生于1968年 父亲在那一年自愿参加越战 五年后跛着腿回家 第二天就出去找河干 14岁那年 他开始练习手道 倒不是因为热爱 而是练道班可以免除学费 噩耗也是在那年冬天传来的 母亲在送酸奶的路上溫倒 三小时后才被发现 他和弟弟命令哭个不停 父亲却一滴眼泪也没有 只是用生鱼片配着烧酒 为了抚养三个孩子 父亲没日迷列的干活 每天驾驶20小时 给工地送水泥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6年 父亲终于坚持不下去了 那时他才明白 母亲去世的时候 父亲为什么不哭 因为巨额的债务和生活的重担 盖过了当时的悲伤 作为家里的老大 只能辍学打工 供弟弟妹妹上学 白天去山上卖货 晚上去歌厅当服务员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厌倦了一个人的生活 想给自己找个伴 于是挨个联系认识的女人 突如其来的求婚 吓到了很多人 但有个女人 直接带着行李过来 把他吓了一跳 随着结婚生子 家里又多了两张嘴 打工已经无法维持生计 必须得做点生意 他自觉修车 在美军基地门口开了个店 顺便给美军不对送餐 由于经常和美国人打交道 又抽空学了下英语 为了多争取点美军的业务 也经常带他们去歌厅消费 久而久之 就成了歌厅的VVIP 再之后他就把歌厅买了下来 随着业务的增加 收入也涨了许多 而有钱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换房 看着逐渐成长的儿女 他觉得很值 虽然日子越过越好 但有一样东西也从未改变 那就是生活的重担 仔细想想 父母也是这样 为了生活疲于奔波 最后凄凉的死去 他不想孩子以后也这样 所以必须做出改变 机缘巧合下 一位老友给他指了条路 苏里南那边全是药豫 没人吃 可以低买高卖 赚巨额差价 他去水产市场考察一下 觉得这事真能干 但老婆却极力反对 总觉得不太靠谱 可后来发生一件事 坚定了他去苏里南的行 歌厅里来了两个流氓 白嫖不说 还想要点好处 这种人他见多了 没当回事 打电话报警就行 可谁知这两人就是警察 得罪警察 歌厅八成是干不下去了 他必须去苏里南 拓展业务 老友带他去看货 一美元一顿 价格相当美丽 他立刻投资工厂 开始干活 可第一批鱼还没装完 当地军方就找上门 要收取保护费 每月两千 他开始讨价还价 干这行得看行情 行情好的时候 给两千五都没问题 行情不好的话 只能给一千 军方这边倒也爽快 两人一拍即合 第一批鱼送回国后 反响特别好 订单也如潮水般涌来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 又遇到新的麻烦 当地黑帮得知 他的鱼生意火爆 让他每月上交五千美元 本来他没当回事 可对方拿枪指着他的脑袋 让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好在对方的目的是钱 不是命 钱他可以给 但具体数字得协商一下 每月五千有点多 他支付不起 可惜协商无效 对方不接受讨价还价 要么付钱 要么付命 没有第三路可能 还没等他想到解决办法 老婆又打电话 推他去教会 当初嫁给他的时候 老婆也只有一个要求 必须信教 这次同意让他来苏雷南 也是因为他答应 回去这边的教会 老友帮他拍了张照 装个样子发给老婆 却意外发现 这里的神父是韩国人 两人没太介意 准备走人 可神父却突然喊住他们 让他们上台讲话 他们也不知道讲什么 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 神父对两人产生兴趣 尤其是姚鱼生意 不过从脸上的伤疤来看 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两人也不隐瞒 已经向军方交过保护费 结果又被黑帮缠上 本来只是倾诉一下 没想到神父竟然认识 那个黑帮老大 陈镇 事前如命 杀人不眨眼 既然谁让他聆听同胞的客男 那他就有义务出手帮忙 他带着两人去找陈老大 让陈老大别为难两人 不然就扫了他的地盘 不然就正面开战 看来神父还有另一个身份 而且来头不小 陈老大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看在神父的面子上妥协了 之后两人打听了一下 神父在苏里南的声望很高 人员也特别好 就连总统也会给他几分面子 人久当即立断 既然能抱上这条大腿 那就抱紧一点 姚鱼生意虽然能继续做了 可好久不长 船长半夜打了电话 在阿鲁巴遇到突击检查 姚鱼里有可卡因 现在霍尔全被扣在那 他让老友去打听一下具体情况 然后给神父打电话求助 可没等老友传来消息 警察就找上门了 军方这次也不搞他 直接把他丢到圣马丁岛监狱 不久后 国庆局的特工来找他 说把他害成这样的人就是神父 神父的真实身份是大毒枭 掌握着欧洲60%的毒品 18年前 人川警方开始打击毒贩 当时还是孙厚言的神父 粘着下水管道爬了14公里 带着10公斤毒品潜逃 三年后 带着一个假项目出现 用投备毒品的方式赚了一大笔钱 书片的投资者不敢报警 还对毒品上瘾 不断找他购买 直到被他炸得一干而净 那些年他连财文数 但行为太过张好 引起政府过门的注意 可惜负责人建材起义 输了一大笔好处费后把他放了 从那之后他改变方式 摇身一变成为神父 继续用谎言和毒品连财 可到头来又是给负责人打工 负责人也变得越来越贪 要从每月一次上购 变成每月两次 他一气之下杀人灭口 同时也意识到一件事 韩国已经没有他的入身之地 他把目标放在了苏里南 可靠军事政变上位的总统合作 一步步垄断苏里南的毒品市场 在拓展欧洲市场时 教会的作用就彰显出来了 女教徒负责运毒 就算被发现 也会因狂热的信仰而收骨入瓶 男教徒则接受军事训练 成为他的私人军队 在用毒品加以控制 几乎没有反抗的声音 姚语里的毒品就是他放的 目的是开发韩国市场 而那个联系不上的老友 已经被神父灭口 偷工这次来是想让他帮忙 韩国和苏里南没有引渡条约 要想抓神父 就得把他引到其他国家 但神父警惕性一高 一般不会外出 现在只剩另一种办法了 让神父把手伸到美国 美国有一条规定 为了打击毒贩 可以在别的国家部署军事行动 人久的任务就是回到神父身边 劝其把业务拓展到美国 人久考虑了一下 他在苏里南损失5亿 只要把这笔钱补上他就答应 这要求也不算过分 特工同意了 不过得分期付款 出狱后先付两亿 逮捕神父后再付尾款 两人达成一致后 开始计划接下来的行动 神父的保镖也被关在这里 他得在出狱前把自己塑造成毒贩 慢慢建立自己的势力 引起保镖的注意 出狱后是第二阶段 神父的毒品声音越做越大 成老大掩护 想分一杯羹 可就一直找不到门路 他的目标就是利用成老大打开突破口 这个阶段也很危险 随时会面临神父的报复 他也是一高人胆大 单枪平马去找陈老大 提议把货卖到韩国 陈老大出货 他出渠道 可以先走一顿试试 陈老大心动了 他知道神父的人在监视他 故意把消息透露出去 没过多久 陈老大就把货备齐了 但不是说好的一顿 毕竟神父帮仁九出过头 他怕这是个圈套 还没等两人谈妥 神父的人就杀了过来 要把仁九带走 这也是变相告诉陈老大 仁九不是神父的人 增加了他对仁九的信任和渴望 但他不敢跟神父开战 只能放陈九离开 监狱里的保镖也出狱了 陈九能得到神父的重视 估计跟保镖有点关系 但神父还是不放心 总觉得他有别的目的 他就一句话 为了赚钱 听说苏里南有很多毒品 想把毒品运回韩国卖 而且已经打算与陈老大合作 神父告诉陈九 陈老大的货太难 他手中的货才是精品 而整个苏里南 也只有他手上有 和陈老大在一起只能赚点小钱 和他在一起才能赚大钱 仁九的目的本就是接近神父 当然不会拒绝这个邀请 他联系假扮成祖司饭的特工 让特工和神父对话 神父想知道把毒品运往韩国的门路 特工压根就没有门路 只说那是他的独门秘诀 不方便透露具体情况 只能说个大概 驻海美军要吃鸡肉 鸡肉大部分是从巴西进口 把货塞进肌子里 就能逃过海关的检查 神父本就想发展韩国市场 这对他来说是个好机会 于是邀请特工面谈 面谈可以 但地方得定在巴西 神父非常谨慎 没有上这个道 让特工来苏利南 思考骗过后 特工答应下来 不久后 两人见面 结果没谈几句 特工就被神父软禁 因为他从特工的行程里 嗅到一丝可疑的气息 随后又找上特工 质问他两年前来苏利南干嘛 还去过美国大使馆 特工不慌不忙的解释 来苏利南是为了找高纯度毒品 可最后没找到 去美国大使馆 是因为他有个客户搞走私 他想打听高纯度毒品的走私路线 谁知美国老欠了赌债 害怕到躲进大使馆 所以他只能去大使馆打听 为了安全起见 神父要去确认 那个美国老的身份 在此之前 特工和任久暂时不能离开 任久担心神父会查到什么 特工却让他放宽心 如果给神父太干净的护照 神父一定不会上钩 因此特工是故意让神父生意的 而美国大使馆中 确实有个美国老如他所说 行为大有问题 所以神父应该不会察觉 这样对他们以后做事也很方便 神父手下的律师经过多方查证 最终确定美国老确实存在 神父终于放下戒备 担任会给特工两顿高纯度毒品 并且会亲自押送至巴西 以表诚意 不过要按照他们的方式分批运送 时间大概需要一个月 特工毫不犹豫地答应 至于首款 在任久验货后 会打进神父的托管账户 分成就按64来 神父6 他4 为庆主双方达成协议 接人相约吃饭 饭桌上神父提议 交易完成前 任久得搬去他家住 表面说是为了少住宿费 实则是扣押任久当人质 上厕所时 任久突然明白一件事 他在雨里被发现藏有毒品 对他了解 在没人揭发的情况下 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被发现 因此猜测是国情局揭发的 特工没有否认 当时是为了阻止神父 把毒品运到韩国 无意将给任久造成损失 他深感抱歉 这个把任久骑坏了 为了国家利益 竟然毁掉他一切草民的人生 这样的国情局和神父有什么区别 倒不如跟着神父大赚一笔 说话间 律师来到洗手间 任久也胃不舒服 躺涩过去 好在律师并没有怀疑 特工顺利离开苏利南 隔天 任久入住神父家 在房间发现信徒被拉往后院 于是他悄悄跟到后院 在这里 他看到了信徒相互殴打 还喝尝了毒品的饮料 甚至还让孩子喝 他立刻用手机录下这些 关键时刻 陈老大打来电话 他迅速挂断 发信息告知对方晚点联系 谁知陈老大让他立刻联系 无奈之下 任久先联系特工 把陈老大威胁他的事告诉对方 特工让他先去见面 然后反馈情况 他们会根据情况制定计划 任久把刚才看到信徒的事也说了出来 让特工注意一下 晚上 任久去见陈老大 还没见面 就被陈老大手下暴揍一顿 然后吊在公园 陈老大会让他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怎么买呢 就是成为他身后鳄鱼的晚餐 任久慌了 立刻提出方案 他会找个机会杀了神父 然后再与陈老大合作 一起把毒品卖到韩国 陈老大先动了 嘱咐任久 在货发往韩国前 神父必须死 否则死的就是任久 死里逃生后 任久立刻联系特工 不等两人寒暄几句 神父的打手就找上了他 然后蒙着他的脸 把他带到一个地下仓库 这里堆放了两吨毒品 任久看到后非常震惊 神父不愧是苏里南的大毒枭 一天时间竟然搞定了两吨毒品 拍照发给特工后 特工立刻联系巴西国庆局 准备协同作战 手款顺利到账 神父也开始紧入秘密的安排运输 两天后 律师带人来到巴西街头地点 特工已经不说好一切 就在双方验货时 巴西边防队突然出现 把两拨人团团围住 看着眼前成堆的钱 边防首领询问是怎么回事 律师急往警示 他们在附近矿井工作 在这里把挖到的东西卖掉 首领不是傻瓜 矿卖不了这么多钱 于是分出手下几张东西 手下一查 竟然是毒品 首领本打算把他们都带回去 特工立刻说到 他们不需要这笔钱 首领可以都拿走 律师也开始狗腿 让首领把毒品也都带走 他们会安静的离开这里 不会再回来 首领一听 这一感情好 他会没收东西 然后放他们离开 以后他们不许靠近这里半步 就在军方收拾东西时 远处突然冲出一辆卡车 二号不说直接开打 然后带走律师和打手 把其余人扔在原地 忍久趁机跳上货车 等人都上车后 立刻开车逃离巴西 此次行动看似失败 但综合来看 还是比较成功的 通过这次行动 切断了神父的巴西走私路线 让神父进一步挤压货物 只要在接下来的两天继续施压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在忍久看来 作战不作战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人身安全 如果他再对国情局延天祭祖 那小命肯定完蛋 所以下次作战何时进行 如何进行 都由他来决定 发现他们的所有账户都被冻结 应该是此次事件引起的 因为在巴西被捕的信徒 貌似说了什么 神父怒气冲冲的来到外外 在他看来 他们之中一定有叛徒 不等他说完 忍久出现 提出要终止合作 时间地点都是神父选的 明显是有内鬼 神父反驳 忍久也知道时间地点 怎么就确定是他们这边泄露 此话说的太过荒谬 是忍久在紧要关头 把货物拉回来 如果真的是他通风报信 那为何要冒险拉回货物 神父一想掩饰 于是开始在团队中寻找内鬼 忍久在一旁天有家族 达首曾在陈老大的帮派里待过 直到现在都不太老实 达首一听 立刻用枪对准忍久 神父怒了 他还没说话 达首就开始行动 难道真的是内鬼吗 达首立刻否认 并唱起了教会的歌 神父没心情搭理他 嘱咐手下一定要忠心对他 随后与忍久一起散步 忍久告诉神父 特工非常生气 打算退出他们的行动 这些神父知道 他让忍久先休息一夜 隔天会带忍久一起出门 神父走后 忍久立刻联系特工 把提出终止合作的事告知对方 特工非常满意忍久的做法 不管怎样 只要把神父引到美国就行 忍久希望特工做事靠谱些 如果这次再偏一计划 他就撂挑子不干了 直接和神父去赚大钱 挂断电话后 特工吩咐手下 对忍久的手机进行反向监听 隔天 忍久跟着神父来到总统府 面见了苏里南的总统 总统和神父穿一条裤子 巴西枪战的事 神父想知道怎么处理 巴西已经向总统施压 要求移交所有相关人员 因此总统提议 神父最好满足巴西的要求 满足是肯定要满足的 不过神父打算交出几个成老大的人 总统没有回答 直到忍久拿出一箱钱 他才高兴的答应 忍久不明白 神父怎么会突然把他引荐给总统 用神父的话来说 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 他一定会抓出组织里的内鬼 忍久有点怀疑律师 可在神父看来 律师根本就是个懦夫 不能读到一面 既然忍久有不同见解 那他今天就和忍久说说心里话 撇开内鬼不谈 神父压根就看不上那些手下 他们不具备与他谋视的能力 说话间 两人来到军事区域 神父可是骄傲 从这里到忍久募集的范围内 都是总统规定的军事区域 没人可以进来 也没人可以看到 在这片区域 他建了一个加工厂 还开辟了通往大西洋的航道 现在只需要种上毒品就行 忍久一听 感情这货要做生产 加工运输一条龙 不过他好奇 什么时候可以全部落成 开发生产技术很贵 预计还需要三年 要是能借助忍久走私到韩国的线路 用那笔钱来开发技术 也许半年就够了 只要忍久帮他开拓韩国市场 等这个王国落成后 他会给忍久总经理职位 在他身边负责整个毒品业务 而且还有全部收益的10% 作为固定奖励 忍久听后惊呆了 特工却不淡定了 他在害怕 害怕忍久一脚踏入万丈深渊 于是给忍久发了个信息 表示要退出南美洲市场 神父得之后 让忍久自己选择 要么说服特工 再找一条通往韩国的渠道 要么死 随后忍久联系特工 特工觉得是时候跑出欲玩了 忍久认为 他好不容易得到神父的信任 不该如此草率 应该让神父先尝点甜头 然后再找合适的时机引诱神父 特工慌了 想向忍久确认一件事 问忍久是不是有了其他想法 如果没有 那他们进行下一步计划 忍久没有回答 直接挂他电话 然后告诉神父 虽然不太容易 但他还是说服了特工 特工会找到另一条通往韩国的路线 神父听后兴奋不已 而此时 特工来到美国基督总局 请求他们的帮助 基督总局经过慎重思考 同意让神父的毒品流入美国境内 不过基督局希望以秘密审问参与 以防国会议员找他们麻烦 而且特工只能使用雇佣兵 特工毫不犹豫的同意 回到酒店 特工接到神父电话 神父想知道特工如何把货物再次运回韩国 特工让他把货物先运到波多里克 他已经看过 苏里南有救援物资船开往波多里克 驻海美局有飞机在波多里克 到时他们可以把货物装到美群飞机上 然后运往韩国 但问题是这架飞机两周后起飞 也就是说 神父要在两周内 把货物运到波多里克 这些对神父来说是小意思 他会通过苏里南政府 把货物装上救援物资船 就在神父准备答应时 律师在他耳边低于几句 神父立刻变脸 波多里克是美国领土 干毒品生意这么多年 神父可是知道 跟毒品沾边的事 不能牵扯到美国 特工立刻进行解释 波多里克不是美国领土 虽然他和美国关系密切 但他没有选举的政府首脑 所以严格来说 波多里克不是美国领土 神父明白 但再明白他也知道 自古以来 钱 枪支 毒品 都不能和美国沾边 所以他不会经由美国的自治包运送 特工立刻发火 如果这样 那他要和神父终止合作 神父听后直接答应 然后果断挂掉电话 在特工看来 神父绝对无法处理积压的货物 只要他们继续施压 神父肯定会屈服 只不过还要等待些时日 这时 仁九发现一个小孩 挂断了和特工的电话 得知仁九不是信徒 小孩请求仁九救救他 不等小孩说完 信徒就找到小孩 严厉斥责一番后把小孩带走 仁九再次与特工联系 杀掉神父会是什么结果 特工很是无奈 能进行正式暗杀行动 正式的不行 那非正式的呢 国庆局做啥都破破妈妈 给仁九整不会了 接下来他会自己看着办 然后再联系特工 那边 神父积压的货太多 就算他们增加对欧洲的出口量 也要出了1.9吨的货物 至少还需要一年 这些话都被特工监听到 显然除了仁九以外 神父跟前还有特工的眼线 神父听到手下汇报 想到有一条路也许可以出货 于是立刻出发 仁九经特工提醒 一路跟踪神父 没想到神父竟然找上陈老大 这可把仁九看待了 神父找到陈老大 想和他谈一笔交易 打算利用他在欧洲的渠道 在一个月内完成毒品走私 神父会给他不错的分成 他可以答应 但前提条件是 他要拥有贩卖高纯度毒品的权利 苏里南可是神父的天下 绝不允许有人插足 陈老大现在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接受他的提议 要么继续卖利润低的病毒 陈老大想了想 他也和神父交易 不过他得先除掉打手这个叛徒 回到别墅后 神父问了几人的建议 律师觉得应该合作 有陈老大这条渠道 他们可以在三周内 卖掉1.5吨的毒品 打手虽然不想和陈老大 只上关系 但只要是神父的选择 他都无条件的支持 与此同时 仁九来找陈老大 但没见到人 电话也不接 如果神父和陈老大联手 他们的计划可能要泡汤 特工出于安全考虑 见仁九去美国大使馆躲一躲 但这个结果眼上走 不就坐实了卧底的嫌疑 到时他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 既然如此 特工决定再赌一把 让仁九尝试说服神父 拒绝和陈老大交易 转而和他们合作 如果不成 他再想别的办法 临走前 仁九赏给保安一名代币 叮嘱他见到陈老大 立刻联系自己 仁九没有耽搁 出了赌场就去找神父 尝试说服他接下这单生意 可交易地点在美国领土 只要是和美国只上关系 就没得商量 而且整个北美是卡丽集团的地盘 神父不想招惹他们 综合各方面因素 神父觉得还是在缓缓 仁九反复谈论这个话题 还说要是神父不肯干 他就自己来 这些话惹怒神父 对仁九大打出手 甚至扬言要杀死他 仁九知道神父不敢 杀了他 这单生意肯定要还 和谁过不去都不能和钱过不去 神父不和他一般见识 让小弟把他送走 片刻后 仁九收到保安信息 陈老大人在火锅店 仁九说服不了神父 决定按自己的方法来 至于怎么行动 没有和特工商量 他独自去找陈老大 让陈老大好好想想 用打手的命换这次交易 到底值不值 神父可是个认钱的主 这次合作终止 将不再需要陈老大的帮助 自然也不会留他活口 陈老大听后有些动摇 仁九给他看了神父的众志愿 他打算通过这些 建立一个毒品王国 到时陈老大和他那帮弟兄 势必会成为暗眼的存在 只有合伙干掉神父 才不会落得悲惨下场 神父虽然有总统和卡列集团照着 但没关系 钱是万能的 仁九会说服总统帮助他们 陈老大正心动时 神父那边送来消息 愿意把打手交给陈老大处置 仁九劝陈老大考虑清楚 机会只有一次 错过了永远翻不了身 仁九职业要按自己的方式来 特工能做的只有权力配合 陈老大假意答应神父后 和仁九开始了后续行动 但这一切都被打手密切关注 并汇报给神父 此时的神父并不知道 陈老大和他玩了一招反间计 神父以为陈老大是被和他行动 便透露了打手的位置 并按照约定来仓库取货 此时的打手 已经被陈老大的人围堵 仁九决的时机已到 通知陈老大动手 陈老大亮相仓库顶楼 叫来两辆卡车堵过去路 打算来个瓮中桌边 然后对着下面一顿扫射 双方展开激烈交火 与此同时 打手正被一群人危机 小弟们都被干爬 只剩他还在顽强抵抗 毕竟在道场混了许久 凭一己之力干掉众多小弟 最后也只是受天小伤 神父一行人没有别的退路 只能返回仓库 放弃毒品 从秘密通道逃跑 陈老大本想去追 但警方已经出动 他只好带着毒品撤退 仁九得知暗杀失败 和特工商业接下来的计划 为保证他的安全 特工建议停手 收尾工作他们来做 仁九仔细想了想 神父和陈老大闹白 肯定会终止合作 这样一来 神父只剩一条路可走 就是跳进他们的圈套 仁九决定留下 完成最后的计划 正说到这里 神父的人出现 请他到府上一聚 因为神父怀疑 仓库的位置是仁九 透露给陈老大的 这个锅仁九可不比 他当时去仓库蒙着头 根本不知道具体位置 说不定是他们内部人 走入风生 其实神父在出发前 命属下检查了 所有人的住所和车辆 当然也包括仁九 现在已经知道那鬼是谁 说完举枪对准仁九 可就在开枪的一瞬间 他突然改变方向 打死了最为信任的律师 看来神父以为的内鬼是他 神父在律师车里 发现一部手机 通话次数最多的是 陈老大那边的人 既然内鬼已经找到 交易也黄了 仁九希望神父 重新考虑那单生意 丢的货他会帮忙找回来 仁九去了陈老大的地盘 但这里戒备森严 不是他们的人不让进 仁九没办法 只好打电话给陈老大 向他询问毒品藏医地点 陈老大为了双方利益和安全 不肯透露具体位置 甚至连剑一面也不愿意 回去途中 仁九向特工提起此事 打手突然冒出 将他死死钳制 打手接过仁九的电话 向特工汇报事情的进展 原来他是特工安插的眼线 国情局要员金锡员 特工希望两人合作行动 打手根据现在的情况 指定了作战计划 他们首先要找到丢失的毒品 促使神父完成交易 打手有一个很好的点子 因为陈老大的地盘是戒严状态 神父有力使不上 于是去找总统帮忙 请他派平青藏 陈老大掌握着绝大多数选票 总统不敢轻易惹怒他 这个神父早就做好准备 陈老大的残暴行为 早就让追随他的人不爽 这次出兵 正好是铲除他的机会 而打手将接替他的位置 成为新的黑帮首领 这样一来 更有力于操纵选票 神父好说歹说 甚至用钱利诱 总统这才答应出兵 第二天一大早 飞机坦克骑上阵 二话不说朝陈老大的人射击 市民下的四处逃窜 士兵冲进陈老大的地盘 屠杀他的小弟 一个也不放过 陈老大得知此事 正愁该怎么办 仁九恰好打了电话 问他人在哪 仁九让陈老大放心 救援马上赶到 殊不知等待他的是死亡 仁九和打手来到陈老大的藏身地 一枪暴投 几方神父铲除异己 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陈老大一死 打手顺利上位 他查了陈老大管理的业务 有些代理商不愿配合 所以需要找新的渠道 销售完手足上的货 至少需要三四个月 神父等不及 只好重新找特工合作 为表明合作异象 神父答应一次性运送货物 三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交易 这正合特工协议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然后组织人员制定行动计划 美方也参与其中 他们的人先在帕拉玛利伯待命 一旦确认毒品进入美国领土 立刻对神父实施抓捕 并对其住所进行搜查 查清他和卡利集团的关系 粗略计算了一下 神父身边有20名贴身保镖 来自尼日利亚的恐怖组织 经过特殊训练 另外还有30名精兵强教 实力不容小觑 那些人当中 有韩国国情局要缘卧底 特工正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 以便监控现场情况 另外他们还安插了一位平民线人 行动开始后 他会撤离现场 但战斗真的开始 可能无法顾及人久的安全 如果不能避免 那就只能舍弃 行动开始前 资金方面出了点问题 美方明确表示 如果不开具付款保证 他们无法派遣雇用兵作战 特工向局长请示 但这不合规定 局长下令取消行动 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各方面已经准备就绪 就等局长下令最终指示 局长慎重考虑后决定 全力支持此次行动 出发前 特工专门给人久打通电话 暗示他小心行事 注意安全 之后短信发了过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 不多离个机场3号跑道进行交易 特工那边一切准就绪 可仁久这里出了一些状况 神父这个人疑心重 生怕出什么问题 硬要让仁久和他一起留下 仁久不好拒绝 说要问问特工的意见 特工知道是什么意思 表示仁久是合作的关键人物 必须到场参加 但神父那边不放人 他们也没办法 只好想按计划行事 仁久自己想办法解决 计划的突然改变 让特工他们有些担心 万一神父察觉到什么 他们的计划将功亏一篑 但无论如何 特工都要保证仁久的安全 回程度中 达首收到特工发的广告 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仁久回到别墅 趁神父不在 和达首商业接下来的行动 虽然知道神父不安好心 但具体意图达首不清楚 万一情况不对 就前往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 其他事不用仁久操心 但仁久不能不操心 这关乎到他的性命 他想对神父的车子动点手脚 断了神父逃跑的可能 两人高频率的对话 引起神父的怀疑 两人赶忙解释 是在争论烤路的方式 打手让仁久去拿点香肠 仁久趁机对车动手脚 正好被路过的保镖撞见 他假装在车里打电话 闲闲的躲过一劫 与此同时 飞机着陆 特工带人去验货 可神父的指示是先前后货 特工表示不方便在这里验钱 会让大家都陷入危险 手下立刻向神父请示 神父没有改变心意 还是要先前后货 特工说潜在机库 让他把飞机开过去 然后提醒里面的人 做好战斗准备 飞机进入机库 手下过来验钱 刚发现钱是假的 特工就开始行动 一方早有准备 一方措手不及 胜负没有任何悬念 从飞机上找到毒品后 美方立刻接受 预计40分钟到达苏里南 神父一直联系不上手下 顿时变得急躁起来 特工的人一直在给手下做工作 让他看清局势 接受现实 只要帮忙安抚神父 就能获得减刑 然后冒险接通电话 手下很配合 说交易顺利 正在回去的路上 让神父杯点好酒 准备庆功 乍一看这话没什么问题 但神父却发现端倪 手下从不喝酒 让杯酒肯定是出事了 他怀疑人酒想黑吃黑 人酒回头看了一眼 保镖几乎全来了 要是一句话不对 下场就是此 好在他没有慌乱 说手下想喝酒 可能是一时兴奋 毕竟干了件大事嘛 不放心的话 可以联系飞机上的人 神父打给总统 得到的回复是一切正常 可神父还是没有放下戒备 这时 美方进入苏里南境内 遭遇空军驱逐 表明身份后 空军立刻让路 总统收到消息 立刻通知神父 美国基督局 已进入苏里南境内 神父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原来不是黑吃黑 是把他卖给了 美国基督局 人酒也不装了 他才是真正的内鬼 神父死到临头 还在关心货的下落 美方已经来到附近 神父不慌不忙 让总统击落美方的飞机 派兵过来保护他 不等总统回复 他就挂当电话 准备处理人酒 可还没扣动板机 就被打手挟持 人酒的背叛在情理之中 打手的背叛除在意料之外 他着实被吓了一跳 可率先开枪的 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而是已经就位的美方狙击手 清脆的枪声 拉开战斗的序幕 神父在保镖的掩护下撤退 人酒虽然破坏了车辆 但保镖来得太快 没能全部破坏 神父坐上 还能发动的车子逃跑 人酒紧紧跟在后面 这要是让神父跑了 他得担惊说怕一辈子 美方发现他们的行踪 准备进行无差别攻击 特工立刻叫停 说要火捉神父 美方只好改变作战方案 先把枪手消灭掉 车子进入命令 消失在美方的视线中 还好人酒来得及时 死死的缠住神父 不让他走 现在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不能手下留情 神父手上有枪 占据了主动权 可惜枪里没有子弹 人酒立刻反击 就在他快掐死神父时 美方的人赶到 神父赶忙投降 与其狼狈的逃亡 还不如束手就擒 特工的出现 又让他惊讶了一下 任务完没完成 打手结束了卧底生涯 人酒也终于回到了家 经历了苏里南风波 他决定再也不出去了 陪伴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特工答应的尾款还没到账 经上级研究决定 钱就不给了 给他两家歌厅 大概两年左右 就能把尾款赚回来 可他没敢要 毕竟抓捕神父 也不全是为了钱 苏里南的故事 到底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